滨市男超车不当,撞死两外籍同学。 屏东前天深夜发生一起两屎一伤车祸,事故双方竟都是屏东科大的学生。 就读屏科大热带农业系大三的瓜地马拉籍梅文。 前晚骑机车在贝里斯籍同学朱尼尔。 行机内浦乡受笔录时,遭同校进修部20岁学生林建宏驾驶的滨市车撞击。 骑车的梅文当场死亡,朱尼尔摔落水沟,仅销在400公尺外沟渠找到人,但已无生命迹象。 宾市驾驶林建宏,仅头部手脚轻伤。 事故发生后,瓜地马拉和贝里斯使馆人员昨天专程南下处理善后,也已通知家属。 警方调查,教师学生驾驶的十多年宾市车,是经营汽车修护厂的家人提供。 研判仪式汽车操车不当,幽营天雨地面湿滑,失控打滑到对象车道,一面撞到外籍生骑乘的机车。 讯后将宾市车造势学生,依过失致死罪嫌移送。 校方表示,两名外籍生科业表现都很优异。 去年还策划校内的美洲文化季活动,并计划继续留在平科大读硕士班。 平科大的国际事务处,昨天聚集不少外籍生,彼此安慰,并为往生的两人祈祷。 东新闻屏东报导